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大家好 现在是早上八点 我已经开学了四个礼拜 我现在想说 应该要来跟大家分享一起 如何在家里面上网课 我今天真的是高规格好吗 你们看 电脑 我家的iPad 我把我全部的东西都拿出来了 还有我的手机啦 可是我手机现在拿来录视频了 8点10分的第一堂课 补习班 线上直播课程 总共今天是要上两个小时 给你们看看我现在 在上了雅思克直播 还看得到我在这里 终于下课了 40分钟的雅思大作文 真的很难熬 在家上网课最爽的就是 你可以这样 随时随地 都可以一翻身 就躺回自己的床上 现在我这堂课是运筹学 我们老师自己有录制视频 可是他讲的实在是太难懂了 所以我都自己看网课 我觉得这个老师真的说得很好 运筹学真的太难太难了 我没有办法一边抄一边听老师讲话 我觉得这种数学这种东西 我真的太秒会根了 一个40分钟的影片 我都可以把它看到50几分钟 我太难了 现在是下课时间 赶快来叫个外卖 这是一个台湾比较有名 外卖的APP 因为我家住比较偏僻的住宅区 很多东西都不太会送来 能选的就比较少 而且居然全部都是免费外送 可是我还是不知道吃什么 台湾现在行动支付还没有这么的方便 订外卖平台的时候 基本上要不是刷卡 要不就是复线 接下来就慢慢的等吧 我现在要去拿外卖 我们在直播上课 face to face那种 忘记关麦克风 我就大喊了一句 啊好开心 我外卖终于到了 结果老师跟我说 现在已经两点多了 你还没有吃饭 身体不好 谢谢 我们班的人全部都笑得超大声 我真的超级尴尬 大型网课翻车现场 没蛋糕 生活 真的需要有点仪式感 每当我读书很累的时候 我就会转过去看我们家外面的view 是不是超级漂亮 但同时我还是很累啦 剩下晚上7点有一门课 这段时间我要赶快把我的作业交出去 我最近的作业多到快爆炸 顶不住 已经过了30分钟了 我觉得我脖子已经受不了了 上网课最让我懊恼的就是 我要一直专注在这些萤幕上 我的近视超级深 1100度 我这个课 我一个礼拜大概有23 24堂课 一堂课45分钟 我整个眼睛每一天下来 都很干很色 现在已经晚上7点了 我这一节课是人力资源管理 我来让你们看一下我们这个老师 多么的奇葩 确实是理不上人家 但是我们在管理内的这个软技能方面 我们的这个课 我们老师真的可以 用刚刚那个语调 连续中间不下课的 讲整整一个半小时 我跟各位保证 他平常讲话速度就是这么快 绝对不是我暗地里面 把他那个速度的 讲话速度的进度条拉长 影片最后的最后 就来盘棉一下上网课的好处 以及坏处吧 真的 家里上课的好处就是 你可以随时随地 基本上决定你要什么时候上课 当然除非老师是用 线上直播的APP 而且我觉得最好的就是 像这种比较难的大课 什么运筹学高速大悟大化 在学校的话 老师上课如果你没有听到 恍神一下 你基本上你后面可能都不会了 和这种录播 你可以随时暂停 回放 不限次数 我就对我来讲 其实就非常的合适 还有一个我一定要讲的就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 因为上网课的关系 老师不确定 到底有没有学习到 我们老师出了一大堆作业 你知道我这个礼拜作业有什么吗 人力资源管理 运筹学 城市语言 市场营销 国际贸易 国际贸易 再加上什么英语啊 通识啊 我这个礼拜 作业就多到快爆炸 再加上我如果再去写个什么雅思 每个礼拜都要阅读写作 我这个礼拜真的不知道怎么过 我在我这么忙的时候 我居然还拍了这部视频 看到我这么努力 还不赶快点赞 订阅加分享 我们下次见 拜拜